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辩论的内容 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避休息底德陷阱吗 2017年7月2日 反而出想 很多人性命 自古已然 一同马龙之该 注定一战这本书开篇就讲了一个细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欧洲失衡遍野 经济崩溃 参战国中没有赢家 力主参战的德国首相霍尔维格无法解释 他为什么会做出当初的选择 只得哀叹早知如此啊 是啊 早知如此 不仅霍尔维格会做出别样选择 所有参战国的总统 沙皇和总理们 也都不会愚蠢地卷入这场浩劫 历史会有如果吗 这难道不是命中注定吗 人类进入21世纪 最重要的国际关系问题莫过于 美国和中国之间会爆发战争吗 美中之战会是命令的结束吗 哈佛大学教授戈雷厄姆 埃里森·格莱·马拉森 把这种命中注定称作修西底德陷阱 埃里森教授在哈佛执教五十多年 是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的创业院长 目前担任甘乃迪学院的贝尔福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主任 埃里森教授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国际政治学者 但是他出版的著作并不是很多 他最著名的学术成就莫过于发明两修西底德陷阱这个名词 现在学者和专家们在论述美中关系时越来越多的使用这个概念 据说欧巴马和习近平还曾经就此发生过争辩 修西底德陷阱究竟是指什么呢 修西底德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 他所写的《波罗奔尼萨战争史》是人类的第一部历史著作 他在这本书里继续了斯巴达和雅典这两个城邦国家之间的战争 战争的起因是迅速崛起的雅典对当时的霸主斯巴达形成了挑战 而斯巴达出于对雅典挑战的恐惧而轻起战端 艾利森教授在研究这本著作时发现 像这样的新强权的崛起对现存秩序产生结构性的压力 从而导致同老强权发生冲突的例子 在世界历史上比比皆是 在过去五百年中 一共有十六次新崛起的强权挑战老强权的势力 其中只有四次以和平告终老强权让出霸主的宝座 或是新老强权和平共处 其他的十二次都是诉诸刀兵两败俱伤 艾利森教授称这种历史献奖为修西底德陷阱 今年五月艾利森教授出版了他的新作《驻地一战》 美国和中国能逃避修西底德陷阱吗 Dustin for Work i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d Fussied I Strap Fussied I Strap Fussied I Strap By Graham Allison 2017 他在这本书里详尽地阐述了修西底德陷阱的理论 分析了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 虽然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作者对中国唱赞歌多 对美国批评多 但是这仍然是一本利益新颖 渐渐读到观点深刻的好书 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著 注定一战 美国和中国能逃避西修底德陷阱吗 一书的封面 首先我们看看艾利森教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 要想避免同中国的冲突 美国人首先要全面深刻地看待中国崛起这个事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来计算 中国的GDP已经超越美国 到2024年 美国经济将只是中国GDP的三分之二 艾利森教授对中国崛起的速度大为惊叹 他引用了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话说 中国是在30年间把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资讯革命结合到一起 俗话说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但是在2005年 中国每两个星期就能建成相当于今天罗马的建筑面积 所以书中的一个章节就叫罗马是两个星期建成的 艾利森教授谈到自己每天去甘买迪学院上班 都要经过查理斯和尚的大桥 此桥的重建花了四年 每天的堵车惹得怨声载道 而中国重建比查理斯和桥更大的三元桥 却只用了43小时 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汤马斯·弗利德曼 在参观天津时被壮观美妙的梅江会展中心所折服 当他得知这个中心的建成只花了八个月后感慨万千 因为他从在马里兰州的家去坐地铁 华盛顿地铁的员工修理两节滚踢台阶 差不多也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中国现在几小时坐的要比美国几年间完成的都多 同样拿我们身边的华盛顿地铁的银线来说 1968年就开始规划 2000年正式启动 2009年动工 2014年完工一期工程 才只有五个站 连接杜勒斯机场的二期工程何时能够真正完工就更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而北京能够在一年之内坐到几条地铁线路同时建成通车 这种对比固展令人惊艳 但是未免把中国的发展看得多少有点固化了 艾里森教授对中国未来经济实力的预估是假定中国会一直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 中国的发展速度固然令人坦福 但是且不说中国的GDP数位中有多少水分 就是目前这种债台高速来进行基建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能持续下去 连中国领导人心里也没底 再加上中国的房市和银行坏账 养套墨不知何时出破 所以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充满变数的 忽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 而来分析美中未来的力量消长难免会有偏差 无论中国的经济未来走向如何 美中力量的对比已经在短时间内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中国崛起并不光是经济的崛起 它同时也对以美国为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带来冲击 特别是中国要主导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态势十分明显 艾里森教授认为 美中两国目前的态势完全具备修西里德陷阱的特质 他在书中对于两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对比分析 让人感到悲观 当年英国把霸主的地位拱手让给美国而没有兵戎相见 除了老霸主实力不济之外 两国在语言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同源性也是重要原因 但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实在太不相同了 在所有方面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两国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都自我感觉极为良好 都觉得自己具有别国无法企及的出类拔萃 中国人信奉天无二日一山不容二虎 除了中华上国之外别人都是野蛮人 中国和别国的关系应该都是万邦来朝的关系 而美国人则一直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新加坡一顾总理李光耀说过 不让说在全世界就是在西太平洋地区 美国对于自己会被一个长期以来被蔑视和从不放在眼里的亚洲民族所取代 在感情上是极其难以接受的 美国人的文化优越感会使得这个转换适应异常艰难 在政治制度方面 美国人是宁愿贫穷也不能放弃自由 三权分立的政府会造成扯皮拖延和失效 但是美国首先要排除的是强迫服从的独裁政体 当然独裁政体做事情的效率会高 这却恰恰是许多中国精英分子所看重的特质 在他们看来政权不是民选的不要紧 只要能做事情就具有了合法性 美中两国这种针锋相对的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 决定了彼此很难和平共处 没有迹象表明美国会接受大英帝国的命运 乖乖让出霸主的宝座 实际上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对世界秩序的冲击 比今天的终击 比今天的中国猛烈的多 艾里森教授在书中第五章《山雨欲来》中 以不小的篇幅回顾了西奥多罗斯福从同 老罗斯福藏外扩张的历史 老罗斯福上台的时候 美国经济迅速发展 国力预胜 他公开宣布美国要向全世界传播千金文明 美国在美西战争巴拿马独立 强迫实行门罗主义 阿拉斯加边界之争等冲突中咄咄逼人 不达到对于自己有利的目的 绝不甘休 艾里森教授不禁感叹 虽然美国一直在教训中国要像美国一样 但是如果今天的中国果真像美国一样 做到当年的冷罗斯福总统所做的一半 美国会受得了吗 休息底德陷阱中的新老强权 大多数都以战争决定胜负 美中是不是不也要一战定输赢呢 在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中 休息底德指出了发动战争的三个要素 国家利益恐惧和荣誉 特别是老霸主对新强权崛起的恐惧 掺杂了许多感情的因素 雅典越来越强盛 斯巴达则越来越焦虑 老霸主往往会夸大新强权的危险 而新强权则自信心膨胀 对形势产生误判 两个国家做出的不同选择 使得战争终于爆发 既然美中具备了卷入战争的要素 那么未来的战争爆发点会是在哪里呢 论述未来的美中之战 是全书中很精彩的部分 艾利森教授列举了几种美中之战的版本 南中国海上的偶然相撞 台湾独立引发的核大战 被日本拖下水的三国沙 被朝鲜核武使得美中卷入正面冲突 由经济冷战而引发的热战等等 毁决之处在与美中两国领导人内心里都不想打仗 但是在中国崛起美国焦虑的压力环境下 一个偶发的火星就可以燃成冲天大火 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们了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汤马斯·谢林把核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 比喻为一场胆略游戏 在美国军机靠得太近对自己有危险 而把对方击落 事情会如何收场呢 偶然的冲突发生后 不愿意打仗的领导人们往往想用加剧紧张局势的办法 压对方让步 降低全面战争的风险 结果通常事与愿违 不得不说 埃里森教授既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 又是一位通晓军事战略的内行人 他在雷根政府中曾担任国防部长高级顾问 在柯林顿政府中担任过助理国防部长 他对美中发生冲突的假设和分析 既核情合理又犀利深刻 特别是他对于美中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预测 严谴之余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埃里森教授创建了哈佛甘乃迪学院 又长期担任院长 他的门徒遍布全球 其中不乏达官显耀 习近平的重要智能 刘鹤女儿习宁泽 以及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 都应该算是他的学生 他在书中谈到访华时 刘鹤曾经详细给他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计划等细节 所以埃里森教授对于中国的了解应该是比较深入的 他最担心的就是 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不足却有装懂 装懂只能造成含糊不清 一些美国人假装看不见 或者看清中国的崛起 要么就是只见经济崛起 而忽略中国崛起的全方位的意义 在全书的结论部分 他对如何避免美中战争提出了四点提示 第二条就是要知己知彼 多认识了解中国人的意图 埃里森教授对大国外交的真谛论述的十分深刻 处理像美中关系这么重要的双边关系 可预见性与稳定性才是核心 而不是什么两国有意志类的东西 注定一站在结论中论述的另外三个提示是 以清晰地界定美国的核心利益 什么都是核心利益等于什么都不是 对于那些迎头小利就要坚决放弃 而比如如果保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岛是核心利益 那么美国就不应该考虑去保卫菲律宾 而是要考虑如何避免同中国的核战争 三制定真正的对华战略 现在冷战已经结束 但是美国仍然需要想提出所认战略的肯南那样 杰出的战略家 四美中两国都应该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到中心位置 美中国内的问题都一样 失效的政府 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失败 华盛多已经变成了一个失效的首都 白宫和国会甚至在一些最基本的政府功能上也不能合作 比如年度预算和外国的协定等 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 早就使得中国那种老一套的政府管理办法过失了 中国的都市年轻人和手机 使得政府监视每一个公民的做法难以为继 而法治的缺失和文化思想的贫乏 不仅限制了人民的创造力 也很难对世界各地的人才产生吸引力 如果习近平和川普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在首位 在亚洲争霸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了 伟大的古希腊剧作家索夫克洛斯在悲剧的结尾 往往给出宿命的答案 艾利森教授并不相信宿命 他认为领导人做出的选择 国家做出的选择才会塑造历史 可惜的是 他把美中避免一战的关键 归结到政治领导人的智慧和理性上 殊不知政治人物的智慧是最靠不住的稀缺体 让我们回到当年德国手下霍尔维格的哀叹 早知如此啊 释用他 谁又能够预知未来呢 艾利森教授在书的结尾处这样做了回答 我们只知道莎士比亚是对的 我们的命运不在我们的星座 而在我们自身 辩论主题是否中美国籍关系将会陷入 是否中美国籍关系将会修习抵得陷阱 及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地位受挑战 两国之间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对抗 和战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对抗和战争 主持人六母田的开场词 尊敬的管理人 评论电视网络观众和发出为观察文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六母田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辩论活动 今年我们将就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展开深度探讨 那就是中美国籍关系是否将陷入修习抵得陷阱 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地位的逐步受挑战 有人担忧这两个大波大将不可避免的陷入冲突和战争 但这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吗 中美两国能否通过智慧和努力避免这一陷阱 修习抵得陷阱 这个词是由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埃利森提出的 来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习抵得的研究 他在《博洛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 描述了在雅典的崛起对斯巴达地位的威胁中 出于对其崛起的恐惧 斯巴达选择发动战争 此一概念也被用于预测和解析全球历史中 新兴强国于已建立强国之间的冲突 正如中国崛起与美国现有地位之间的可能对抗 在历史上这样的对立往往导致了战争 然而那些相信中美关系 将任修习抵得陷阱的命运论术是否成立 中美两国是否都将为了哈利各自的权益 而使得对话和妥协变得遥不可及 这就是我们今天辩论的主题 那么作为世界两大巨头 美国、中国在处理彼此关系时 是否有其他更平和? 更为理性的方式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这不仅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此我想强调这样的讨论并无影引发恐慌 而是希望能通过辩析以寻找新的解决方式 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今晚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正方辩手陶 和反方辩手鸭鸭 他们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 为我们深度剖析这个问题 我希望大家能通过他们的辩论 不仅有更深的理解 也能找到新的思路和答案 现在让我们等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准备好为他们呐喊助威吧 陶A他们呐喊助威吧 这轮即将开始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是正方辩手陶 我认为 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将不会陷入休息底德陷阱 我将从历史事实 其实权威数据和多角度论述我的论点 首先 从历史事实看 休息底德陷阱的观念源 与古希腊战争 这种观念假设新兴的大国 和已经建立的大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 历史并不能简单地陷入重负 过去几十年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 包括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和全球贸易的增长 使得国际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显着变化 我们必须承认 虽然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强劲的崛起 而美国的在许多方面保持领先地位 这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 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倾向于协同和合作 以互信和协商解决争端和挑战 其次 我要引用权威数据和统计来支持我的论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 中国的GDP已经超过了美国 预计到2024年 美国的经济将只占中国GDP的三分之二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战争是必然的 事实上 经济实力的差距经常并不能单独决定 国家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 双方的决策者 包括政治家 军事领导人 甚至企业家 他们的决策将更多的取决于审慎的战略考虑 而非单纯的经济竞争 最后 从多角度考虑 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不必然走向敌对 在许多问题上 包括气候变化 全球恐怖主义和公共卫生等 美国和中国都有共同的利益 并且需要密切的协同 以达成对全球有利的结果 此外 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 存在着丰富且独特的冲突解决和维基管理机制 如联合国 世贸组织等 这些机制可以有效的管理和化解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以及防止三类陷阱的发生 因此 我坚决认为 中美两国之间并不会陷入休息底的陷阱 我是反方便手芽芽 首先 我大致同意滔滔的一些观点 特别是她关于经济实力差距并不能单独决定国家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的观点 然而 我必须反驳滔滔关于中美两国之间不会陷入休息底的陷阱的主张 首先 从历史角度来看 休息底的陷阱的模式在历史上的却多次出现 对一项由哈佛大学贝尔福中心针对500年间国际关系进行的研究 共16次的全球强权转移事件中 有12次转型以武力解决 这增加了中美关系陷入休息底的陷阱的可能性 其次 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迅速崛起 这无疑给美国和其全球领导地位带来了挑战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中国2017年已经在购买力准则下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然后 从的原政治的角度来看 中美在诸多重要问题上的分歧也可能加大两国关系紧张 例如在南海问题上 中国的行动逐步挑战了美国的海洋霸权 两军同海空间舰窄甚至有意外冲突爆发的风险 此外 在贸易政策 网络安全 人权等问题上 中国和美国的观念和立场存在明显的对立 最后 虽然在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等问题上 中美存在共同救经 但事实上 在具体的争端处理和危机管理上 中美常因立场不合而导致对话困难 协调无效 例如美国此前一直对华为采取禁令等措施 认为华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但中方则认为美国这种做法是对中国的无理打压 这也反映出两国在治理理念 制度优越性等方面的深层次矛盾 因此 尽管我同意滔滔的观点 认为我们应避免陷入休息抵德陷阱的悲观情绪 但看重历史经验 现实动态和未来趋势 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却存在着陷入休息抵德陷阱的风险 这需要我们更为审慎地对待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阅读话题 尊敬的观众们 刚才我们听到了正方和反方便手们对于中美是否会陷入休息抵德陷阱的不同观点 无论我们相信与否我们都应该认识到 历史并非是命中注定的 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将由我们共同的努力和智慧来举例 对于这个问题 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不能简单地预测中美关系将会如何发展 我们必须认识到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多变的受了许多因素的影响 尽管存在一些潜在的冲突和矛盾 但我们也有机会通过对话合作和妥协来解决问题 正如牙牙辩首所提到的 中美两国在许多全球性问题上都有共同的利益 这为双方提供了进行合作的平台 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中美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必然的 我们有机会通过建立更加密切的人文和经济联系 加强相互了解和合作 来避免冲突的发生 最后我想邀请观众们一起参与讨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观点 你们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请留下你们的评论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重要的话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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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